王松莲研究员的文章将中国对维权律师的打压称作一场运动 而这场运动怎样收场 事关中国的命运 也事关美中关系的命运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家夏明教授说 中国对维权律师的打压是已经酝酿了一段时期的预案 我认为中国的律师这个抓捕是一个全国性的行为 他的抓捕已经在北京 他是全国各地 那么我看了去统计材料了 那么全国各地就是有十几个不同的省市都有抓捕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最高的决策 另外这个最高的决策不仅是当今的决策 我认为这个预案已经存在了一段时期 我们知道中国有其他的一些维权人士 民运或者就是作家 他们也遭遇到这种直接的威胁 香港原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在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 打压不同声音的动机 不是今天刚冒头的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 中国高层和红二代担心中国发生革命 曾讨论过中国的命运问题 他们在政治上向毛泽东的路线倾斜 决定既要在党内反腐 也要在党外加紧对优的势力的控制 中国十八大之前中共高层其中有一个讨论就是会不会发生革命 当时的国际形势你知道中东还是毛利花革命等等 还有加上中国的一个动漫 那段时期大家讨论 所以后来不是说那个王岐山他们推销一些书吗 根据那个法国的那个律师学家托克威尔的一个理论 就是说革命不一定是发生在政权看来是最不好的时候 有时候会发生在一个经济停止是最好的时候 所以他们觉得中共可能也是面临着这一层革命的时候 然后要怎么样防止这个革命呢 习近平一个就是说内部是政党 另外可能就是要对社会的意义的声音 要更加的严格的控制起来 就整个高层他们当时有这个就是政权的危机感 我们在外面看到的感受给他的感受应该是不用的 他就是认为如果我不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政权就很有危机 因为我记得那个当时的中共的一些红二代 他们在一些聚会的时候都还谈讨论这个问题 那有些比较开明的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政治上更开放 更就是在民主法族上面要做得更开一点 就另外的一些那个太子兰就说 现在江山都保不住了而看自己干什么 所以就是怎么去保他的江山对他们来说 是有这种危机意识 第二个就是跟习近平 他自己的那个政治倾向也有关系 习近平的这个思想 还基本上是毛泽东时代那种社会漠视 他后来上台内部的讲话 以及公开的讲话 基本上就是这种社会方式 那毛泽东的统治他们最有效的就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党位就是要亲民连结 所以他觉得一定要反腐恢复共产党的一个好的传论 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对社会经济更加严格的控制 蔡耀梅说 在中国法律人是政府很不放心的一个群体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也说 当局之所以打压维权律师 根本原因在于他把律师看成是在国家政权遭遇挑战的时候 可能会添乱的一群人 中共最高领导层他们认为了他们的政权 现在遇到了那个前所未有的 那个非常具有那个实质性的现实性的挑战 那么为什么这样来看呢 那么其中一个最危险的东西就是律师了 他们的那个危险性在什么地方 那么律师他是基本上是跟体制了 就是游离出来的 那么他们的代表了一个就是体制外的 反体制的其实一股基因了 他们在那个云集他们在成长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们要大批的抓了 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的这个股市的危机了 那么让中共看到了 他们面对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经济上的挑战 那我就这种恐惧了 让他们进行了全国性的抓捕 王松莲研究员说 最近被抓捕的律师多数已经获释 7人因受到刑事指控被羁押 15人下落不明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杨家呆的采访报道